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稀稀的去体会 不要到时候为之何解 其实在辽斋当中那个斗女奇缘里 最后那个王南三富他还是后悔了 但是当他后悔的时候已经是来不及了 他其实有好多好几次的机会可以收手 可以止步的可以悬崖勒马 可以就是把握的 但是他没把握 你看《红楼梦》里面有一幅对联 非常的有了 身后 有余 忘说声 眼前无路 想回头 等你无路的 无路之时想回头的时候 已经是来不及了 身后有欲望缩手 你有留有余地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收手 那个时候来得及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还有空间 还有时间 所以老君爷就告诫我们说 知智可以不带 不带可以长久 人要懂得这个止 要懂得这个停止 是不是 当你看到别人老婆 比自己老婆漂亮的时候 你想把人家这个老婆 占为己有的时候 你已经付诸行动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没有成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悬崖勒马 收手 这个时候还来得及 等生米走成熟饭 木已成舟 事成定局 已经来不及 所以后来这个许道长 有四句话送给南三父 告诫他 但是南三父没有开悟 没有明白 这四句话很简单 是土是迷土 寄人不糊涂 但到清醒时 一踏黄泉路 已经到了黄泉路当中了 来不及了 所以修行要趁早 末代老年 老来方学到 孤逢多世少年了 想为善的时候 老是觉得还可以再等等 再等等 等到真的等到那个时候 无常一道 无常一道 来不及了 不由自己做主 要由自己做主 所以这个同住地狱里 这个犯的这些人 我重点要讲一下 为什么要重点要讲一下 因为现在这种情况很普遍 所以大家都得要正心诚意 各位善男子 各位善女 要发示善之心 要发示善之心 那么第七个地狱 是图歌地狱 图歌地狱 顾名思义 就是把这个罪魂 就是用锯 刀锯割成一块一块的 说西南有图歌地狱 有诸罪人 身背道学案 刀剑割体 四肢经脉 皮肤五脏 皆有刀刃割切其身 血流满地 不可堪忍 万劫受苦 不舍昼夜 那么对苦 那么这种下这个地狱 是哪一些人呢 说自你好强 妻又平贱 离差男女 不信天真 身两戒心 不断忍我 自行非法 不识罪应 犯者过去受 图歌身心地狱罪 这个地狱里的苦 那么的重 那么的重 第八个地狱是火车地狱 火车地狱 这个地狱当中呢 有猪罪人 五车列体 四肢分扇 或分处其中 随车东西 一切轮转 皆有丰刃 随轮运转 割切罪人 家猪猛火 烧令交烂 万劫受苦 不舍昼夜 各位善男子 各位善女人 如等大众 今日有缘 闻得诸地狱之苦 是三神莫大之心 不是所有人都能听闻 不要觉得这个地狱 罗道长在这 讲这个地狱 这苦那苦 听都听不下去 赶紧撒腿跑 不听我就心不乱了 否则我都想想 我现在这要下哪一层地 不要害怕 从现在开始 来得及 来得及 是不是 因为人呢 在这个人世间当中 难免 有心无心 照一下 但是我们要发起 断恶修善的这种勇猛之念 是吧 今日经时 得亡以后 楼道长 说了 同住地狱了 将来再见到 某个女子 比自己老婆漂亮的时候 就不要再起那个歹心了 楼道长说过 如果起那个歹心 要下同住地狱的 我要把这个恶念断了 也就成功了 那就是说今天来听 没白听 受用了 得意了 增长了 这是图戈地狱 还有这个 就是这个火车地狱当中 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这是奸贪色惜财物 自求饶益 妒忌他人 咒诅一切 更相继彼此怨声 犯着过去受火车地狱 这是火车地狱 这十八重地狱 都有名会 第十重地狱 是无间地狱 这个无间地狱 是大地狱 堕入这个地狱了以后 是永不超生了 所以叫无间地狱 这个无间地狱 又叫什么地狱呢 又叫阿鼻地狱 葛弦文解释说 什么叫阿鼻地狱呢 阿者大也 鼻者遮掩 无间者无疾也 故言阿鼻 无间地狱 右眼阿者不闲 鼻者不息 就这个地狱当中 是没有停止的 无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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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息 不闲 不息 若虐痛改 不闲 不息 那么在这个地狱当中呢 有夜风 因为众生所造的这个夜 有夜风 罪人身心千生万死 摧碎 迷愧 夜风一吹 应时苏醒 故一时意寝 万生万死 其诸欲中 皆富如是 我们平常所讲的 永不超生的地狱 就是这个无间地狱 无间地狱 第十一个地狱 叫无量地狱 那么在这儿呢 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地狱呢 因为非常的多 这个无量地狱的话呢 我去查资料 找这个经典呢 我还没有找到这个地狱 但是在十八重地狱当中呢 确实有这一重地狱 顾名四义的话呢 无量地狱的 无量的苦 无量的罪 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呢 在这儿呢 就不多说了 等我将来 再如果看到的时候 再找到了以后 再说 因为这个地狱呢 它在这个东南西北 二十四门狱当中 我也没找到这个无量地狱 在三十六狱当中 我也没找到这个地狱 第二个呢 是第十二个呢 是累劫地狱 那么这个累劫地狱呢 是三十六狱之一 是属于北方地狱 那么祖师在这个狱当中呢 祖师也没有讲 累劫地狱里面 这些罪魂是怎么样的 怎么个受苦法 那么我在这儿呢 我也不多说了 因为祖师没有说 或许祖师在另外一本经当中说了 但是我没有看到 那么没看到 不敢乱说 第十三个呢 是女青地狱 女青地狱呢 是三十六狱之一 也是属于北方地狱 那么我在这儿想了想的啊 我自己就是思维啊 这个女青地狱啊 就是犯了女青天律的这些罪魂 女青鬼律的这些罪魂 下的这个地狱 叫女青地狱 那么因为没看到 祖师也讲的 在这儿呢 我的这个说法呢 也只有保留 也不能够 就说我说的这个就是 对的 第十四个呢 是刀山地狱 那么 这个刀山地狱当中呢 它是什么呀 它是就是这个 三十六狱当中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地狱 其中央一狱乃是十恶五孽 众罪众生在彼 其狱内呢 有刀山剑术 过汤如炭 就是刀山剑术 过汤如炭 都是在这个中央这个地狱当中的 那么刀山地狱当中 是什么样的人要在这里受罪呢 就是 偷盗起非裔之财 夜入人家 咒窥远朴 成其便士 遂起贼心 或自偷 叫他偷 剑偷水洗 犯者呢 过去受刀山地狱罪 要上刀山了 就偷东西的 人 死了以后就要上刀山地狱 你说听了这个的话 如果人人都相信 有刀山地狱的话 咱这个人世间还会有小偷吗 还会有强盗吗 就没有了 正是因为众生不信啊 是不是 然后铁肠 铁肠才有泪啊 不信地狱之苦 才敢去偷啊 这个小偷 如果他是信的 那么他 肯定 不会再去偷了 我偷了 我要上刀山地 我就不去偷了 不去偷了 那他就免了 这个地狱罪 第十五个 是剑术地狱 那么这个剑术地狱啊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灵子里面 一把一把的剑 就跟树灵式的 叫剑术地狱 以剑为灵 称为剑术地狱 那么这种地狱当中 是什么样的人才 上这个剑术地狱呢 不得 不得见功德 破坏 污舍 清崩 不好修营 心怀虚过 犯者受剑术 割切身心地狱罪 那么这里最重要的 一条是什么呢 就是 拆庙 拆罐 把这些灵坛古迹给拆了 把神像给拆了 这种的话 就要下剑术地狱 破坏灵坛古迹 那么第十六个地狱呢 是霞石地狱 那么这个霞石地狱啊 是在铁围山的东南 你看祖师爷描写的非常的清楚 有一个大石 有一块大的石头 上面大 下面尖 石头的中间 有一个眼缝 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缝 奇鬼入之 把这个亡魂呢 就送到这个眼缝当中 自然有百药毒之 惯其身心 这就是霞石地狱 第十个 第十七个地狱 是寒冰地狱 那么寒冰地狱当中 顾名思义 就是冰天雪地的那个地狱里面 这个地狱里面的这些罪魂是什么呢 道人家见他有物 遍及待戒方便不还 罗石贫穷 非礼必夺 犯着过去犯 寒冰地狱 我们现在我们的身边啊 好多人追债很苦啊 借出去的钱 要不回来 当然借出去的钱不是三千五千了 有些是十万二十万五十万 一百万千万 这个钱借出去了 要不回来 这样的很多 借的时候很好的 说哎呀我借了以后 我多少天以后会还 或者几个月以后会还 借了以后就不见踪影 那么其实在这个上面就讲了 重点讲的是什么 假借不凡的 要下寒冰地狱 那么第十八个呢 是炉炭地狱 炉炭地狱当中呢 顾名思义 就是这个亡魂呢 睡在这个炭上面 叫炉炭地狱 那么哪一些罪魂要下这个炉炭地狱呢 心怀阴谋 往谢良善 见人圣迹 便欲害他 计较不平 自求饶益 他好我认 我恶愿他犯着过去犯炉炭地狱 这种就是妒忌心特别强的人 就要下炉炭地狱 那么地狱啊 知苦啊 在很多经当中啊 祖师爷都是着重的强调啊 就是为了让众生呢 目天堂之路 而乐 离地狱之苦 那么在原始天尊说 《功德法师往生经》当中 就讲了地狱里面的这些亡魂呢 有多苦啊 说 坚出地狱恶鬼畜生 地狱恶鬼畜生 这是属于三恶道 头面娇烂 身体火燃 刀轮见风 酷毒彻天 痛伤骨髓 蒙火夜天 可饮戎 蓬蓬嚎叫冤寨 无有修心 没有停止 他以旧苦天尊说 拔醉风都雪 胡妙经上也讲 说怎么样呢 或同罐口 同之地狱 或力聚解形 图歌地狱 抱同柱一皮胶 同柱地狱 或铁床而激烂 铁床地狱 遍体刀割 百节火燃 铁杖同锤 重恨考略 如丝苦痛 无有修习 两部经上面都讲了 是没有修习 说一十八重地狱 玉玉逍遥 这就是此经的功德所在 你持送三元 灾戒 修学忏悔法门 断食 断食恶 修食善 地狱就与你 无缘 你能够脱离地狱之谷 能够逍遥 三十三天天宫 公公自在 这三十三天啊 是四八三十二天 再加上太上弥罗无上天 刚好一共是三十三天 那么这三十三天呢 是出自哪里的呢 是出自这个度人经当中 所以大家信道啊 这个度人经啊 一定也要去读一读 将来呢 咱也要讲这个度人经啊 因为度人经对我们修学来说啊 非常的重要 那么东方是八天 西方南方是八天 西方八天 北方八天 四八三十二天 再加上一个太上弥罗无上天 刚好是三十三天 那么这三十三天是哪三十三天呢 东方八天是太皇皇城天 太明玉碗天 清明和同天 玄台平玉天 元明文举天 上明七要摩一天 虚无悦恒天 太极门一天 这七个天 那么其实啊 我自己对我要求也不严格 如果要求严格啊 这三十二个天要背下来的 要背下来的 这三十二个天是必须要知道的 那么讲课呢 怕背的时候万一落下一个 对吧 咱还是严静一点 就是说是看一下是好一下 那么南方八天呢 是赤明和阳天 玄明公华天 耀明东飘天 逐落皇家天 虚明唐耀天 官明端敬天 玄明公庆天 太极 太幻及遥天 这是南方八天 那么西方八天的是 元宅孔申天 太安黄崖天 显定吉丰天 始皇孝芒天 太皇温虫芙荣天 无丝姜游天 上哲元月天 无极谭氏天 这是西方八天 然后还有北方八天 北方八天是 浩亭霄渡天 渊通元洞天 太文浩宠妙成天 太宿秀洛静上天 太虚无上常隆天 太氏玉农腾胜天 龙辩泛渡天 太极平欲古义天 这一共是四八三十二天 再加上太上弥罗无上天 一共是三十三天 就是说你修学这个三元灾界法门 你这个三十三天 你都可以去 你修学这个忏悔法门 你修学这个断十恶修十善 你这个三十三天的天宫 你都可以去 什么叫自在 虚来自在也无拘 这叫做自在 虚也不受损害 来也不受损害 这叫做自在 超升天堂之境 极无地狱之身 出离地狱 永离苦难 超升天堂之境 极无地狱之身 那么你脱离了地狱了 那么没有地狱的苦生了 出离地狱 永离苦难 永远的超离了地狱之苦 静往人天 超升净土 到了太义净土 快乐无量 没有限量 一气一来 无话无安 这就是 这一段经文呢 主要是介绍 太以救苦天尊 净土的 这个殊胜 旨在使众生 发起往生 太以救苦天尊 清华净土的 这一种 广大之心 同时 也讲了 此经功德之不可思议 此经功德之不可思议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是水观大帝说的 水观大帝讲的 那么此述水观大帝 明示众生 所招之恶难呢 一共有三十二条 水观月天下众生 心存不慎 运现持流 心存不慎 运现持流 到最后啊 恶极来产 一共呢 是三十二条 这个恶难 因为水观是解恶嘛 就是说 众生有什么样的恶难 在这一段 水观大帝 所说的经文当中呢 就已经明示了 非常的明白 水观曰 天下众生 心存不顺 什么叫做 心存不顺呢 就是 有恶心照领 星光暗淡 本命呢 失守 我们正常的人呢 头上都有心 这个心啊 这个光啊 这个光啊 是非常亮的 那么当这个人 病气不好了 生病了 或者是做了什么坏事了 这个心啊 就是这个颜色 就会暗淡 颜色暗淡了以后 这个人啊 这个人啊 就会越来越不好 啊 所以心存不顺 运线持流 那么这个运线的分大运 啊 大运小运 也分大线小线啊 那么大线 就是说到来的话 我们都经常说这么一句话 大线 到来 就说明这个人 要怎么了 要走了 那么小线 一般都是指有什么病啊 有什么灾啊 这叫做小线 所以你看我们那个顺心告里面就有这么两句经文 所以说这个大线小线二运新军 大运小运 二运新军 二线新军 二运新军 就是管这个运线的 持流 就是指有主案 有主案 胸药冲病 胸药就是指胸心 胸心的这个冲 犯多身疾病 这个时候呢 就会产生很多的病痛 那么这种病痛呢 是因为星辰不顺而导致的 或温病相亲 温黄 或利及昌毒相亲 利呢 就是拉肚子 仓呢 长疮 毒呢 无名的种毒 相亲 或种毒 种毒戒赖相亲 戒是身上长疮 赖是头上长疮 那么这都是指这些恶疾 这些恶疾都是不容易好的 不容易治愈的 气候喉谎相亲 咽喉风毒相亲 那么有些就是这个 这些毒嘛 风毒 比如说像这个喉癌 那么就是其实他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喉癌 喉癌 那么谢谢风谈相亲 那么有谈 有含诗 主种温气相亲 主种就是指主坟 主坟被温气所染 那么有一些服饰固气来相亲 筑基风水相亲 那么筑基风水相亲 比如说山鱼之宅 前面的有煞 后面也有煞 这叫筑基风水相亲 邪师拜慎相亲 遇上了这个邪师 遇上了邪教 然后呢就是害人的这个 古术 活眼劳债相亲 红眼病 劳债 劳病 劳病就是那个肺病 涂血 谷毒相亲 涂血 谷毒 中骨了 白口咒诅相亲 被别人咒诅 刀兵火盗相亲 火家里失火了 盗被偷盗了 刀兵遇上了战争了 水烟癫惶相亲 掉水里了 神经错乱了 掉进家所相亲 自己上吊了 家所有官司铃声 胃门避障相亲 这个 家门口被别人泼了 这个家门口被别人泼了 脏水了 避障 有障气 年月日时不利相亲 年杀 年杀 月杀 日杀 时杀 这些对自己家宅的不利 砍伐 谭庙树木相亲 灵坛古迹 灵木 这些灵木当中 都是有这个 其实都是有神的 树有树神 那么这个大树一被砍了以后 这个家里面就不好了 就受影响了 所以我过去我就读过 那个道教感应记 说有一个人吧 他呀 家里面要盖房子 盖房子呢 说青城山那边呢 有一个道观 道观里面呢 他看上人家那根梁了 因为那个道观呢 年久失修 也没有人去住了 然后呢 他就把那个梁啊 就就就就去偷了 要去偷了 偷来的时候 他去偷的时候呢 就是刚好有个大蛇 在这个梁上 其实就是那个大蛇 就是那个庙里的护法 他还没偷呢 就把他一口气 一口给吞了 一口给吞了 所以这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庙里的这些东 这些法物啊 这些建筑啊 你不要随便的去清瞻 那是不好的 那你作法 谭庙树木相亲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像有些道观啊 它都是在山上 山上呢 有很多大的树 你不要起了私心了 你把它去砍了 过去秋竹在这个陕西龙门那儿住的时候 每天秋竹打坐的时候啊 有一棵千年老松 老松树 然后呢 当时这个 这个龙县的痴县 叫刘西宫 他呢 要改葬他的父亲 要做一口棺材 做一口松木棺材 自己呢 又不想花钱买 然后呢 就 打算呢 就在这个龙门东那儿呢 把这个松树去砍过来 就 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秋竹就把他们给止住了 止住了以后呢 等秋竹 跟这个支线 说完话 回到山上的时候啊 一个山上的侨夫 把这一棵树呢 给砍了 所以秋竹为这个事情呢 还专门写了一首诗 写了一首诗 所以有些啊 就是说是要 明这个道理 要明这个道理 谭庙的这个树木啊 是不敢随便砍伐 特别是一些大的树 都是有灵气的 砍不好了以后 就容易出问题 你看我们老家啊 就我们那个镇上 那个镇上啊 本来有两个大树 听我父辈那一代人说 那两个树在的时候吧 这个村子里很太平 几乎 每年没有什么 不正常死亡的 就是死了 也都是年纪九十了 八十了 八十多了死的 没有年轻轻的死的 自从这两个树被砍了以后呢 这个村子里反正每年都要死几个 而且死几个吧 他不是那种年纪特别大了 都是三十来岁 四十来岁 是的 我去年我回家的时候 我还听我们那个妇女主人跟我说 他说楼道长啊 现在怎么回事啊 这村里怎么每年都要死人呢 我说死人倒也正常啊 我说这个有死必有生 有生必有死 他说以前我们没有啊 他说现在你看 死的这些还都是些绝症 都是癌症死的 跟那两个树被砍了以后 就这样子了 所以有些东西啊 他还是有讲究的 他并不说一点没有讲究 还有我们那个镇上 换了一个菜市场 以前那个菜市场呢 是不用过红绿灯的 反正那个菜市场 从我小的时候开到现在 没有死过人 后来呢换了一个菜市场了 换了比较偏的一个地方 非得要上那去 结果就开始死人了 开始死人了 十几天一个呀 为什么呢 那个菜市场旁边都是坟 就是那些死人 那个坟都买在哪 十几天就一个 后来这个一看没办法了 就在那给他装上红绿灯 装上红绿灯都不行 那个老太太有时候去买菜 他动作慢呀 是不是那个红绿灯他还没等他走完了 那个灯又开始绿红了 是吧 就每次都要喂典型 按我们那边就是说被汽车撞死 就是喂典型了 就是喂典型去了 你说你有些东西啊 你不相信还真不行的 他是有讲究的 所以这些大树啊 比如说你们家门口 有些大树什么的 你可不要随便的去动它 动了它真不好 所以你看秋祖这一首诗 你看我分享给大家 写得特别的好 名字叫《龙山松》 我聚西山十六年 山西尚有松孤染 朝云雾威皆观赛 目与建立交洞田 天生此尽未舞伴 隔界相陪远相看 玉昌昌气色家 潇潇瑟瑟瑟风生观 连之何报垂众阴 寿命已经千载身 如何经岁上春月 平地呼召交辅情 俯身钉钉向西谷 烟霞惨惨愁山路 也知天意我将归 故前灵言而先赴 锦王人散复合成 空山暗淡悲游人 白鹤高飞诗行止 昌龙眼窝无精神 一只雾向中南固 凡百有行皆有树 高歌雾外归去来 大隐禅中一开悟 你看秋祖有道祖师 当他看到这棵树被砍了以后 因为秋祖已经不把这棵树当作树了 他已经把它当作了朝夕相伴的道友了 觉得这棵树被砍了以后 自己在此地的原法也就尽了 所以在这个诗当中 这个树被砍了以后 他就写了这首诗 他说 也知天意我将归故前灵言而先赴 而且这棵树被砍了以后 有一天秋祖打坐的时候 有一个老人就出现在秋祖面前了 秋祖说你是谁呀 说我是十八公 那你让十八公不就松树的松子吗 说他是十八公 说门道长啊 门师父啊 这个为我呢 周旋 因为他不是秋祖不是那个 之前要砍这棵树没砍成 结果让侨夫给砍了嘛 说是为了保全我 来感谢他 但是呢 我就有这个结束 但是二十年以后呢 我呢要去投胎 要去做人去了 这个树要投胎 要去做人去了 我要投胎去做人去了 二十年以后呢 我将要做道长的弟子 二十年以后就要做道长的弟子了 所以这个就说明什么呀 树是有灵性的 特别是这个古树啊 古树 一定要保护 所以我们现在呀 好多信众啊 来到这个灌里了以后啊 对我们白云灌的树啊 保护的不够好啊 你看看我们磁航店门口的那个树啊 上面都刻的名字 你想想看那个树他也疼啊 你看他刻上名字了以后 他那一年了以后 他长得花就不行了 他就长得不旺 所以灌里面的一草一树啊 一花一木啊 都要爱护 不要到时候来作法谈庙树木相亲 因为你的一个不好的举动影响到了你 还有我们三清殿那个楼上 那个墙上 写的也都是什么什么道词一游 非常的不好 庙里是有护法神的在巡视的 你写上那个有啥意思 对不对 就跟神仙多祷告祷告 多拜一拜 多烧烧香 这比什么都强 不用写什么道词一游 涂得满墙都是 都刷了好几遍了 刷完了又涂 所以啊 就是要有这个觉悟 其实经啊 他讲了着法谈庙树木相亲 其实 他里面的意思是很深的 凡是一切对道观不利的行为 都不能干 他不光是让你对这个着法谈庙树木相亲 那你现在百云观的树 那不是随便能砍的 你随便砍了以后 都要坐牢的了 那是古树 那都是他的上面都挂着牌子的 都登了记的 所以现在你看还是好 就是要有这么高的保护意识 人非得需要用法律来制约 其实已经落了下场 人要自觉 是不是 不用法律来制约你 你自己就能够做得非常好 那才是高谬 是不是 开几开挖坑洞土相亲 所以这一点我还是要给大家强调 家里要挖坑洞土了 还是要送一送三观经 送一送三观经了以后 就能够天无极地无极 阴阳无极 百无极 所以挖坑洞土的时候要注意 否则冒犯屠府神奇 冒犯太岁了 就会有灾难 开几开挫相亲 这是一个意思 天心换旧相亲 修前整后相亲 虐急整急相亲 温灾温气相亲 官府口舌相亲 官府口舌相亲了 就要打官司了 就要是非了 你看你修三人灾界的这些人 你这一些所有的相亲 你都可以避免 你都可以消除 恶极来禅 至身恶极来禅 众生染者 至于上网 所有的这一些灾恶 怎么样来解释呢 若诵此经 即使恶极不禅 即兴相互 凶要退散 万祸兵销 千祥云集 精通天界 福灵人间 前面是讲这个所有的这个恶难 后面是讲 后面是讲四经的功德的不可思议 所以水观解恶 水观解恶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今天主要重点啊 一个是要深信太近土 这个是本经非常重要的一点 第二个 要为地狱苦 慕天堂乐 要发心 要发愿 要离地狱苦 要上天堂 第三个 要深信此经 功德不可思议 受持福报 亦不可思议 那么一切的恶难 天尊在这个经中所讲的这三十二条恶难 其实恶难哪是三十二条啊 是吧 只是举例说明 那么所有的这些恶难 在这个 此经的功德的 这个加持下 都能够得到解释 那么下一堂的话呢 我们就是讲这个后面的经文 这个前面的三观经呢 我们再讲一次呢 就能讲完了 后面呢 还有一个三观报告 在我这个请假之前呢 我就想把这个三观经呢 这五堂课呢 全部给他讲完 等讲完了以后呢 等这个我回来以后 咱就要开始讲北斗经 因为我回来以后啊 我出门在外了 我也会背课 我就把这个北斗经的课背出来 背出来了以后呢 还是跟这三观经一样 稍微讲得细一点 那北斗经呢 叫延伸的北斗 主要呢 就是延长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的这个健康 使我们的更长寿 所以到时候呢 里面还有很多法门 我给他总结了一下呢 一共有二十四法 到时候把这个北斗经讲完以后呢 再把这二十四法门 也给大家呢 交一下 一共有二十四法 二十四法的话 你们学一下 这个也是非常难得的 好 那就这样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